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 5月1号结束了在德国巴登巴登市的最后一场演出 跨越5000年中华文明的非凡历程 神韵带领观众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 体验了另一个时空 高尔夫俱乐部经理欧陆维奇夫妇 觉得自己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 还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在神韵晚会的观众群里 不乏又从几百公里外慕名而来的 我还在关闭 现在我从大学来解释 我准备也是我的朋友从大学习 我们在关闭只延来的四周 因为我们要看视频 有非常地的 kolom 从音乐、天造、领暖和音乐、唱和乐园 有很高兴 这是非常地的一体能 很多艺术人和艺术人 你首先看到中国人的文化 也看得很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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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了今年在德国的最后一场演出 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 将港部杰克·布拉格 继续他们的欧洲巡回之旅 新唐人记者埃里克斯 德国巴登巴登报道 谢谢大家